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柯柯 说到龙 大家好像都不陌生 十二生肖有龙 庙里的狼柱上面也有龙 龙的图案到处都看得到 关于龙的传说 你们一定也听说过 但是你有看过真正的龙吗 谁看过龙呢 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谁看过真正的龙哦 这真是太奇怪了 从古到今神秘的龙 就只存在人们的想象中 那这个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你们看 这些文物都是千年前的人们 对于龙的想象 因为没有人真的看过龙 所以龙被赋予各种超能力 像是能够飞上天 可以呼风唤雨 有时候勇猛又巨大 有时又小巧可爱 龙成为民间崇拜的热门角色 是带有福气与祥瑞的守护神 龙原本是民间百姓崇拜的对象 到了汉代变成了帝王的象征 皇帝宣称自己是龙族的后裔 皇帝坐的椅子叫做龙椅 皇帝穿的衣服叫做龙袍 皇帝的孩子是龙子 皇帝为了显示帝王的龙是神圣尊贵的 跟民间的龙是不同的 因此规定皇帝的龙是五爪 其他人的龙只有四爪 皇帝说正的龙是五爪 是独一无二正专属的龙 你们其他人都只能使用四爪的龙 这样明白了吗? 成尊旨 如果有皇帝以外的人使用了五爪龙 会被视为不尊敬皇帝的行为 很可能被砍头的哦 龙除了用来强化皇家的神圣天命 也跟水很有关系 传说中的龙是鱼跳跃变来的 龙身上的鳞片其实是鱼鳞 所以龙当然喜欢水 是闪电耶 该不会要下雨了吧 古人觉得细长又有分支的闪电 长得好像龙爪 于是认为闪电就是龙的化身 而雨水就像是龙带来的 龙仿佛能够掌控风雨 风调雨顺对于农业社会也非常重要 所以会将龙当作神来崇拜 祈求他的庇护 虽然现在知道风雨只是天气现象 人们对于龙的喜爱还是不减 许多龙的元素都藏在生活中哦 端午节华的龙舟 最早是为了祭祀河中的龙神 驱除疾病 后来才跟驱原的故事结合在一起 在特定的节日或场合 武龙武师有驱逐灾恶 带来好运的意涵 武龙的时候拿龙头的人负责掌控方向 这个龙头后来也延伸使用到脚踏车 跟机车的握把上哦 世界各地里都有龙的传说 形象各异 印度那家龙Naga 外形类似巨大的蛇 是河水和泉水的保护神哦 可以控制雨量 带头的那家王 后来传到中国 变成水龙王故事的源头 西方龙通常被视为邪恶 有贪婪的存在 Dragon原本的意思是巨大的蛇 在圣经中 大红龙是由魔鬼变身而成的 在古英语史诗中 喷火龙代表罪恶 被英雄被奥武夫杀死 欧洲的贪财龙 喜欢住在洞穴里 最爱搜刮人类的金银财宝 这些龙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文学 艺术 电玩和影视作品中 它们可能是奇幻小说里 具有威胁性的邪恶怪物 需要勇者前往讨伐 也或许是电玩游戏里 象征权威与力量的伙伴 能在战场中对敌人喷出火焰 带来胜利 你们喜欢龙吗 在你的印象中 龙又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你们有听过关于龙的什么故事呢 关于龙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啰 我是柯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英语聊天室 我是Alice This year is the year of dragon 今年是龙年 虽然谁也没看过活生生的龙 但世界各地的人对龙并不陌生 话说东方的龙和西方的龙有什么不同呢 在东方 龙是拥有各种超能力的守护神 人们都很崇拜神神的龙 但在西方 Dragon could be evil and greedy 龙可是邪恶又贪婪的象征呢 我们可不要变成这样的人啊 最后 想祝大家 Happy Lunar New Year 农历新年快乐 May all your wishes come true 祝你心想事成啰 今天学到的单字有 Dragon Dragon 龙 Evil Evil 邪恶的 Greedy Greedy 贪婪的 Luna Luna 农历 那今天的英语聊天室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啦 See ya Hello 卡哥 今天我来考考你 好 第一题 第一题 有人尊我为皇上 有人夸我海中王 有人画我怕点睛 有时点了会飞翔 题目很长吧 要猜一个 虚拟的生物 虚拟的生物 对 那好像 蛮简单的 有一点点 其实 其实题目里面讲的蛮明显的吧 321一起说出答案 好 321 龙 答对了 Dragon 那个画龙点睛的部分 对对对对 就是有个成语是画龙点睛 有没有 这个题目里就有一个 有人画我怕点睛 没错 应该很好猜 龙就会飞上天了 没错 好 那就第二题了哦 好啊 好啊 第二题 第二题 生来铜头铁壁 转头就流眼泪 家家户户必备 劝你不要浪费 要猜一个日常 日常算日常用品吧 生活 生活里会有的 对生活里会有的 刚是虚构的 现在是真的存在的 对对对 真实的东西 而且家家户户都必备 对 而且还会流眼泪 会流眼泪 会流眼泪 然后我们常常 我们最近就是这几年 都在劝大家不要浪费 电 水 啊 水 水 对就是跟水有关 哦 哦 是不是 很不错 每天都要 洗手 轻洗手 所以就要怎么样 开水龙头 答对了 就是水龙头 水龙头 所以它跟龙的关系是龙 水龙头 龙头嘛 龙头对 我们刚刚前面有提 对 你们猜对了吗 猜对了吗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